我出生在上海 画了很多的那些画册 都是以上海为基调 画上海老的龙堂 老的马路 觉得特别的清潔 17岁的时候 某一天 班主任通知 说被公交公司录取了 成了71路的手票员 从天山一直到外滩 沿着延安路 都四到五圈 每天这样重复看 那个时候有一本小本子 放在口袋里头 然后拿一条看签 一到终点站 我第一件事就画书写 直到现在每天早上 只要天气好 九点出门 然后每天都画十九 画到五点钟 我在离开那边 我有意回避那些 所谓的现代牌的建筑 而老的上海 让我们觉得有点 像回光返照的 那个时代的上海 是最有上海味道 我小时候经常会到平安电影院去看电影 它不是一个投轮电影 放的电影往往都是那些二三轮的电影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设计里说 她的外里面有一种 真知出泥的温暖感 那时候谈朋友的时候就约了女朋友 然后在这儿吃完酸奶去看一个电影 从四十年代开始 她一直是一个电影院 突然之间没有了 好像觉得在上海人心里头也有一块东西好像消失了 江安公园给我最大的视觉上的刺激就是1966年 这个地方突然开辟成为大家辩论的场所 晚上拉了很多大的灯泡 草地全部踩得光秃秃的 有时候辩论到通宵 我曾经有一次听他们辩论 一直到通宵第二天才去学校 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记忆 这里以前是一个火车票的代售处 我要到南京去看我的父母 我就会到那边去排队买火车票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电包房了 本来这条街是一条水产街 滴滴答答的 我在这也买过大闸鞋 从这儿一直到北京路这条街很脏很乱 我那时候发现有一个网站 叫弄堂网 就是用了一个弄堂三姐夫这么一个网名 在上面贴了很多上海的一些东西 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种恋爱之情 把这个城市的那种很迷人的一面 他的神魂语物 世纪变化 那种街道 那些梧桐树画下来 是三姐夫给上海的一封情书 张爱玲到那个南网自立乡 是个教会人帮他下过很多名片 刚刚也在比人公教会张弥一个要去朝拜的地方 各人往苏利领日过于伊拉门口都里的教教会会 给从土匹需要伊拉的所谓自尼兰的号 都得来从国内老尼摩 因为苏利的经典就是在那里面积有个人的客奥 上海的这个乳脚脑有个人称为南部脚 20000圈几个人光 这个乳脚要打修了 西河教会的上海是明日到 广佛港和苏州五脚干的地方的唯一松营 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认识的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 他在这儿学机器制造 那个时候地下团那种唱片啊 书记啊 他那时候就踩了个自行车 带来了三十三转的密文唱片 是柴克斯基第一钢琴结构 我们大家都不发声 静静地在小房间里听 你们能不能拍照啊 球速溢